原本灰灰暗暗的仁孔蓋摇身一變成為色彩繽紛 具有在地故事性的圖案 像是大安區結合在地建築物 也將大安三菱公園這個重要指標生態刻畫出來 文山區則是可愛動物視角逃出動物園的模樣 打開水溝蓋可以看到在地文山茶種 製造茶相似意的想像空間 這次因為大家的主題全部都是一個由水溝蓋的視角往上看 來呈現這個城市 那因為文山區剛好有一個動物園 所以我就把動物園的意象畫進來 但是我再稍微把整個視角再往下拉一點點 就是說假設它不是從水溝蓋的那個面開始看 它是從水溝蓋更底下看 那就變成是由黑熊來打開這個蓋子的概念 就好像你從水溝蓋裡面然後有一個黑熊打開蓋子 然後所有的動物都要跑走的感覺 這邊是有石湖啦 長頸鹿啊 大家都想要看看這個水溝蓋裡面是什麼東西 那你可以想像它就是從這一邊動物要跑走 然後因為我剛好也有設計到貓空那邊 變成是說如果動物跑到貓空那邊 那它打開水溝蓋又會看到什麼 就會在另外那個作品上面呈現 動物整個要跑走了之後 它到了文山的貓空這邊 打開之後就發現有大茶壺茶水湧入 有人在踩擦有攬車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然後也是一個從水溝蓋更往下一點點的視角 所以你還可以看到它裡面的樓梯 整個蓋子被打開當下的一個 製造一點這樣子的一個作品的律動感 好像正在進行中的一個感覺 那這是我們有設計兩款 那其中一款的話是目前看到的仰望雪嶺 那我們都知道說大安區有非常多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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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選的是學校類型的建築物跟 宗教形態的建築物 那宗教形態的建築物有兩個 一個是清真寺 然後一個是天主堂 他們都在大安區 也是算非常著名的地標 那再來的話 學校的話 呃... 都有算台灣非常知名的大學 呃... 北科大、台科大、台灣大學跟師範大學 都在我們大安區的呃...區裡面 所以呢這一次我就將這個具代表性的一個建築 融合了我們這次台北蓋子計畫的冷孔蓋上面 那我們就用等分的這個方式 來去將建築物分配在不同的區域裡面 那中間一定有人會懷疑 欸...一定會很好奇就是說 這到底是什麼 這是大安區的區畫 它叫波斯菊 它叫波斯菊 這樣子利用等分的方式來去呈現 我們從中間看過去仰望雪嶺的 這樣的一個氛圍、情境 那這個的話是大安區的一個非常著名的特色 大安森林公園 那它的名稱的話叫向陽之聲 那主要的話就向陽面向太陽 太陽的話是在這一個地方 原本想要說放在正中間 但放在正中間的話 它會跟仰望雪嶺的構圖有點像 所以呢我就是利用太陽偏心的這個方式 然後統心圓的這樣的一個設計概念 去作為我們的構圖 那在畫面上面的話 可以看到有大的葉子跟樹林 以及露天的音樂台 這算是大安區裡面非常著名的一個地標 還有情境氛圍 那還有的話就是那個藍雀 藍雀 就是我們常常在大安區裡面看到一個生物 這樣子 那一樣的話 不管是仰望雪嶺或是向陽之聲 都有著用不同的一個角度 來去看大安區的這樣的感覺 那只是一個是等分的 然後一個是偏心的圓 那這樣的話可以讓森林的那個 比較律動感的氛圍 更能夠透過構圖被呈現出來 台北市水利處在河濱公園 生態師弟城市美學上多所經營 期盼讓民眾對水利工程 不帶只有硬邦邦的印象 台北蓋水計畫就為市容增添許多藝術氣息 我想感謝郭部局設計單位 還有各位設計師們的辛勞跟用心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無敵台北的城市美學 做一份補助你知道 那個去年已經辦過第一件 已經在四個行政區 四個行政區有做這種很恐慨 那目標是這樣 城市美學是要白死趕頭 更精力補到更普遍 所以我們就去年有辦過第一件 今年去努力 那目標就是說 讓每一個行政區的人孔蓋 有它行政區的特色 所以每一個地區有它的特色 有它的美力 那合起來就是我們台北的城市美學 這就是目標 108年已經在四個行政區已經做 包括萬華 東正 還有南港跟大同四個區 那這已經在現地都有 我們有提供在水利柱的網站提供這個人孔地圖 給大家可以搜尋 那第二期的部分我們把 因為我有承諾 市民說一定要把12個行政區做完 所以我們今天順利完成這個任務 那人孔可能大家還要再等一下 我們在9月的這個時候就 9月底會把這個另外8個行政區的人孔 在現場就做起來 大家到時候就可以去尋寶了 我們活動非常多樣 藉此大家再請關注我們這個烈煉水利的粉絲團 可以得到相關的資訊 其實最早也是因為我們看到日本 有這麼多很漂亮的人孔蓋 我們是覺得說 別的國家可以 我們要花了這麼多的機票錢 到其他的國家去看人孔 實在太辛苦了 我們不如自己來 而且我們國內的設計師非常的能幹 絕對不會輸給日本的設計師 大家今天看到這麼繽紛美麗的人孔應該得到印證 所以我們後來就啟動這個計畫 也成盟我們這個楊理事長的協助 邀請國內非常多的這個知名的設計師 我想都是大師級的來幫我們操刀 所以我們今天才有這樣的人孔蓋 因為我們往常大家有出過旅遊經驗 大概都在其他國家看過很多這種很漂亮的彩色人孔 那所以當時因為水利處這邊支持要做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們當時第一個念頭是 那屬於臺北市的彩色人孔應該有什麼樣的特色 所以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的話 你會發覺我們所有的人孔都是從這個bottom view 也就是從人孔蓋的角度來看世界 我們有一個很特殊的視角 就下往上看 所以人孔蓋如果有生命的話 那他看出來的世界當怎麼樣 所以你會看到臺北市的人孔蓋 我們這一次不管是我們有集合了八個設計師來做 但是每個設計師都用同樣的視角跟主題來看 所以屬於臺北市的彩色人孔 就有他獨特的這樣的一個特色跟概念 那我們的一個很核心的想法叫做 從最接近土地的視角來看這個世界 這就是我們的臺北的精神 困難很多 因為大家本來以為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任務 就是反正在直徑60公分裡面的範圍裡面去做一齣畫 但是後來發覺其實要做的前置工作很多 第一件事情是到底要使用哪些元素 就是光是前端的盤點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那選擇什麼素材要畫到這個蓋子上 再來呢在製作的過程裡面也有很多的限制 因為它是人孔蓋是觸鐵 那它必須要有一些它的一些規則 跟它的操作模式 包含它的上色也有一定的規範 所以其實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這些上面去訪問 那很多設計師也都共同開會 共同去解決這些問題 水利處108年開始推動台北蓋水專案 如今12個行政區的特色人孔蓋 共24款皆完成在展覽中展出 同時藉由打卡送杯墊及抽獎活動 邀請民眾來感受特色人孔蓋之美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